我現在要報告的一個提案是 跨國但其實是各自審議跟投票的一個系統專案 那那個跨國其實我也念不起來 旁邊有寫什麼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每年一次的公約締約國大會 簡單來說每次都是幾個國家的大頭去開會 然後呢從09年開始 就是有個國家叫丹麥 他希望不要只有那些大頭 他希望說全球的公民都可以參與這個審議的討論 那在台灣呢他不是政府委託計畫 他是一個台大政治系的教授叫林子綸 他很夢幻的沒有錢要辦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資金缺口很大 因為根本沒有錢要辦這件事 但是現在在募款中 然後這個禮拜進來了30萬 這是大概的狀況 那在09年的時候辦過一次 大概有34個國家 然後12年的時候抱歉 我們真的籌不出錢沒有完 那09年的時候其實南韓也沒有參加 那現在目前在法國他們剛開完會 現在有54個國家要參與 那他到底在幹嘛呢 他其實就是會希望在像跨年一樣 在今年的6月6號 每一個國家至少都有一百位 經過抽選之後 人口面上就是他的性別啊 教育程度都抽到 好像跟台灣差不多一樣之後呢 把他們都揪到一個地方 然後看全球一樣的資料 然後呢討論 然後再投票 那因為每一次會有不同的主題 所以他大概一個主題就會看一次影片 然後討論投票 然後就是say goodbye 那最後呢會有一個系統 是把全球的投票資料做會整 那這是現場可能會有的安排 就是每個像板斗一樣坐在這邊 那會有個舞台 那跟黑客棕一樣會有吃到飽的 一邊昏的一邊素的這樣子 這是全球被要求的 那這是他現場的照片 那當天的工作人員 其實除了在討論的Pathetic Recording之外 其實我們需要intranet 因為他要連接整個54國家共同的後台 然後我們還需要工程師 然後還要有人當那個身體指導員 為什麼因為他規定我們沒有休息時間 可是有帶動唱時間 就是全部的人討論完之後要一直跳舞 好那我們需要這些人 會議網站報名系統 審議過程視覺化 投票資料視覺化 因為這是有三個縣市要辦 跟54個國家 那我們會跟丹麥的工程師 將他們的APA開放做串聯 那會議的審議資料跟投票資料就在這邊 我等一下會上網 但是除了這些 我們還需要這些人 因為這是一個資金圈口非常大的計畫 那更多的資料大家可以參考這邊 那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 資訊技術者背後不該只有技術 我們最後其實要追求的是很大的價值在背後 所以我想要讓我們想要讓這一套是希望 不要再一直盲目的iVoting 不要再盲目的咖啡館 你要Voting 你要Discussion 其實要Infirm 然後要Discussion之後再Voting 不斷的盲目的Voting 或是不斷的咖啡館 其實政府錢沒有那麼多 好謝謝 你想要關於夢今天就算了 iniz brother 謝謝